被逼相亲 这真是挺烦 这个我有体会 你可能没有经历过吧 没有过 我想想我 有一回 有一回是什么 还真是被逼的 是什么呢 我母亲的一个同事 我母亲的一个同事 跟我母亲关系特别好 就说我们女儿啊 现在工作什么也不错 也没对象 我挺喜欢你们儿子的 就是她喜欢 老太太喜欢我 不是她女儿喜欢 就你得见个面 我妈跟我说了 这有五六伙 你说不认识 我哪愿意见面 再说我们次有恋爱 那是你 所以我这一说 我说为了让老人呢 心里舒坦点 我说我去 我去的时候 就抱着什么心 反正也不成 去呗 到那去之后呢 跟着女孩又聊天 又啥的 其实就像同龄人嘛 有的聊的 上大学的事 参加工作的事 然后之后回来呢 人两边都托人打听 怎么样呢 我就直说 我说我没看上女孩 完了那边女孩也回话 没看上她 就是 在轻松 宾主在轻松愉快 友好的气氛中 进行了会谈 完了会后发表一致声明 双方就重大的问题 交换了大致相同 或类似的看法 大致相同 类似就是 我没看上她 她也没看上我 就这么简单 有次我的身边人 包括我自己 也经历过这样的事 我觉得呢 这变成一种常态了 包括我现在爸 妈妈都有点放弃我了 就后来 他们跟我说的时候 知道我是拒绝的态度 他就不跟你说了 说走 关键咱们今天 跟几个朋友一块吃个饭 都是熟人 去了一看 好几个男孩 没一个认识的 认识四五个男孩 他回来就问 你觉得哪个男孩好 我说妈 你为了节省效率 你一次相信四五个人 就他觉得 我去一次不容易 结果找了四五个 不同男孩 我在脑补 在脑补这个过程 不认识 四五个人 就不成王宝川 往下扔个袖球 完了薛平贵接了之后 破网还要一别18年 我去了以后才看到 我才知道 后来就回来问 我说都不认识 你说哪个认识 你是相亲的 还是照片 妈妈为了节省 这个效率 我知道了 你妈节省效率 是想你找一个 然后再顺便带一个经纪人 这都全会 他觉得这样成功概率 可能比较大 回头你觉得 看好哪个 或哪个看好我 这比一个一个相亲 是不是概率更大 来回到人家这个问题 他这个 你说被逼相亲怎么办 我觉得你说这个 可能是两种情况 第一种呢 是你跟父母 生活在一个地方 或者一起住 或者是在一个城市里 第二种情况 是不在一个城市里 比方说你是北漂 好 逢年过去 回家 家里比你相亲 怎么还没对象什么的 后一种情况 很好办 因为你回家是展示的 如果你爸爸妈妈 逼着你相亲 我告诉你 你去 为什么呢 父母为你好 你如果跟他硬拧着 越拧着 这人就是啊 这你越拧着他来 他越来劲 他就像这孩子 你看这么不拿这当务事 那你看我逼着他 他都不去呢 这不逼着他不完了吗 一晃三十四十 我们还要抱孙子 抱外孙子 他心里头就没底了 你去 你去完全可以 你不同意吗 这很简单的 那这个东西 王不看了一斗对眼 我没看着你有什么办法 好 你去 而且你去 不白去在哪 多认识个朋友 什么坏处 90后这个年龄 多个朋友 多条路 多个仇人 多祖墙 去了多认识个异性 没准将来有什么事 事业上互相帮不忙呢 你又不是 这东西又不是 你又不是挑媳妇 挑丈夫去了 你去就交朋友去 你怕什么呢 这一下子期望值你降低了 你也没那么大负担了 当然你要说 到那去 吃顿饭的 我买单 你要再琢磨这个那就完了 那交朋友 不得花点 所以这种情况好办 不好办在什么呢 你和父母生活在一块 在同一个城市 这个就非常难办 因为这父母骚扰你 不是一回两回 他会不断的持续的 采用美国轰炸伊拉克的方式 超低空轮番轰炸 这个很困难 我建议你在这个时候 什么样的 如果要父母总这么找 一定有一个前提 我估计你闲得够呛 你或者这工作上 无所事事 下班就回家了 要不就是你干脆 在家啃老人 你这班不上 婚来不结 我们只是抱孙子 我告诉你 这个时候想摆脱父母 对你鼻子相亲 你就告诉他 男子汉大帐 先立业后成家 但这话你不能糊弄父母 你得真立业 你一天在这天天打游戏 做个宅男 你立什么业立业 你干嘛 所以说 有一摊自己的事业 让自己忙起来 那女孩怎么办呢 一样啊 谁说女孩就不能创业 再一个 你作为一个 比方说 你在一个城镇里 跟父母在一块 你女孩要家长到催你的时候 基本都是你二十四五以上 这是个共识吧 作为个女孩 二十六七岁难道不该成家吗 我跟你说 非常好的生育年龄 作为女孩来说 二十八九岁最好 到三十多岁 你再想要孩子 他这里头就有一定风险 就是你不要以为 现在的最新颖的模式 是绝对的晚婚 不是那个概念 国家提倡晚婚晚育 那是计划生育时代的要求 在现在二台政策放开之后 这个晚婚不见得是一个很好的 所以我说你 如果你真是一天 真闲的没事的 那结婚改变一下自己生活状态 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如果你真忙 为了创业 父母一定会理解你 所以我说 如果父母比你比厉害的 你就自个创业 你天天自己忙起来 你父母一说 我那头跟客户谈的 今天就签合同 我得上上海出差去 谈一件事 你父母还能那么逼你吗 除非你在家闲的就啃老 那爹妈肯定着急 希望你通过结婚 能够立世 能够三十二历 那有的父母还会这么说呢 孩儿也别干了 干的再好都不如嫁的好 你看 嫁的好有错吗 没有错啊 就是咱们这些年 找不着 女孩都立志啊 我干的好不如嫁 我告诉大家 对于女人来说 干的好和嫁的好 同样重要 有人说 干的好不如嫁的好 这是拜金主义 根本就不对 干的好不如嫁的好 是从你幸福角度考虑 一个女人干的特别好 她可以赚很多钱 这没错 可是你发现这种女强人 在婚姻世界里 往往不是那么幸福 嫁的好主要是指幸福 而不是嫁给有钱人 那么干的好不如嫁的好 在一定程度讲是没有错的 一个女人的幸福 不完全靠事业 她更多时候是要回归家庭的 就最终这个家庭 老公和儿子 对她来说特别重要 在一定程度上超过她的事业 我这里说 这也肯定有些女权主义者 不爱听 在过去五四时期就是 很多受新华运动影响的女性 我说什么依赖男人过日子 我自己努力 我自己不依赖男人 我独身 结果这批新女性 到了三四十年代 无一例外的转向 要回到婚姻 为什么 到了一定程度 你就是天道循环 为什么我们说很多家长 不用替孩子着急 现在都不立事 都不知道这不是那 你等她到你那个年龄 她比你还传统保守 到什么年龄 说什么话 这个叛逆 是不会超出人的心理年龄 和生理年龄 终于知道你为什么女粉丝少了 男性粉丝多了 传统观念 很多东西没有错 别以为自己是新时期 新时代什么的 可是时代在发展 该是山的山 该是水的是水 我举个例子 大家看前逢那里边 你最后发现 是这个坚持自己的主义革命理想 这是第一位 可是人和人友 你很难逃脱人情 这些东西的限制 那个吴秀博演的 立命之前 你发现国民党情报发局 那些人不可爱吗 对刘新杰不是真情实感 真是真情实感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社会发展 它分成两步不类 一类叫派生物 就是外来的 加到你这个时代上 新的东西 一类叫沉淀物 就几千年的历史文化 给你留下了沉淀的东西 沉淀物是什么 人情啊 关系啊 这个传统伦理道德 派生物是主义啊 思想啊 新时期的制度 你最后你发现 这派生物在一定时期 都压着沉淀物 但是大浪掏杀 时间久了 你发现 最终的沉淀物 一定会从底下上来 来左右的 就人活到最后 我是活沉淀物 活人情 活关系 活人生 活伦理 活道德 但路上有一个朋友说 子澹骨子里 就和马荣一样 还嫁得好 我的天哪 如果我骨子里 跟他一样 我干嘛在这里 是吧 做节目呢 我当然我也找不着 那么像宝宝 那么好的 这是边缘者 而且我是觉得 如果这是现在的发展状况 真就是我们知道的 这些消息 都是事实的话 咱们得对这个事 得很严肃的看待 因为婚姻里头 不论你从自己的 切身利益怎么着想 道德这个东西 是不能轻易违背 你就想 这个事情 我现在从另一边 给大伙说 王宝强 假如现在所有消息 都真的 他是个受害者 毫无疑问 被坑的很惨 可是你再看看 马荣和宋哲这一段 在中国范围之内的生活 就此就毁了 老鼠过街 人人喊打 他们俩还能有多大的 这个信心 面对其他人的眼光呢 当别人知道 你俩是他 有没有人愿意 跟他做声音 有没有人愿意 跟他合作 就他用展示的 一时之欢 和短暂的这些 对钱财的战友 来换来后半辈子的 别人的白眼 这值不值 你要说受害 他们自作自受 也是受害者 他们获得多少钱 就补过来 所以这个事 你想想 这个事件里头 没有影响 我认为这是 在道德领域 站不住的时候 最终的结果是 害人害人 关键是每一个人 都不是独立的个体 都有家人 莽思讲 人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 你摆脱不了这个东西 据说马荣的老家 所有的亲戚 在这几天 媒体对他们围追堵截 包括宋哲 对吧 我觉得这一点 对于他们个人来说 多少钱都 都不值当的 不值当 你说他这事 做的缺德 不值得同情 但你想想 事实上后半辈子 他们几乎无法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环境 下去面对 尤其对孩子